欢迎来到美牛101 今天我们要介绍美牛下肩胛肉 Chuck肉 就是牛梅花的意思 大树今天特别拿到一整条 差不多8公斤的 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分辨前端后端 后端适合做牛排 或是冷藏切薄片做烧烤受洗烧 中端适合门敦做pot roast 也可切牛排 靠近颈部的前端 冷冻切薄片就是熟悉的 梅花牛肉活泼切片 今天我们要拿牛梅花来做 最美式最疗愈的家庭料理 pot roast 门敦牛肉 美牛下肩胛肉 Chuck肉 MBG116A 在台湾俗称美花牛 大约6到8公斤 肉质大多 精瘦柔嫩 且富含大理石油花 连接颈部的前端 筋实有嚼劲 后端连接热接 软嫩油花多 可厚切牛排 或薄切做烧烤 靠近颈部 冷冻切薄片 就是梅花肉或薄切片 我们切几块更厚 约2公斤重 10公分厚的卤烤牛肉 会用来今天要做的 门敦美牛梅花肉pot roast pot roast的食材 跟法式炖肉十分类似 但是更简单 首先混合1公升的鸡膏汤 沃斯特酱 吉利丁和番茄糊 打均匀至完全混合 吉利丁的胶质 能让汤汁更浓重 芹菜切三不用削皮 红萝卜洗干净切二至三 也不用削皮 700公克的洋葱去皮 脆切 蔬菜保留大块圆形 因为经过炖煮 会将它们取出 所以越大块越方便处理 梅花肉用棉线简单绑好 简单即可 梅花肉由不同肌肉组成 预线绑好 煮烂的肉才能维持形状 然后很豪迈大方的撒上 粗盐大蒜粉 现磨黑胡椒 这里的干腌料 Dry Ruff 大家自己自发挥 炒菜 煎肉 用中国加热 加入大约三汤匙的油 这里用耐高温的酪梨油 油热了以后 放入切好的大块洋葱 红萝卜 芹菜 然后每几分钟就翻面一下 小心确认没有烧焦 就这样炒至蔬菜表面焦糖化 约七到十分钟 就可以陆续起锅待用 热油后再放入绑好的梅花肉 转中小火 第一面煎成深核色 有脆可厚 翻面继续煎另一面 大约也是四分钟 然后旁边四面 每面也各自煎个一两分钟左右 整块肉总共煎12到15分钟 当每一面都是漂亮的深核色 就表示什么 没错 没那反应 起锅放在烤架上 立竿待用 组合进烤箱 锅底倒入红酒 加热 煮滚后再缩至原本的三分之一 红酒没有加入其他的液体 这是来准备香料包 米蝶香 百里香 约桂叶八角配胡椒粒 全部放入卤味袋里面 红酒缩好后 把煎好的梅花肉放在筑体锅中心 四周摆满蔬菜 加入香料袋 倒入之前打好的高汤混合液体 如果觉得吃力太少 可加入点鸡高汤 整锅煮开后盖上锅盖 放入预热好的180度烤箱 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阶段焖炖 先烤90分钟到2小时 准备配菜 先热锅 白蘑菇出水特别多 要单独先炒 水都出干了也开始微焦 这时才加入其他菇类 可以继续炒干 觉得其他蔬菜一起焖炖 会过烂不好吃 所以决定分开炒 最后再一起加入 总共约10分钟后 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剩余的百里香 这里可以加一些 这时再加入两块奶油 熄火 搅拌至奶油融化 再撒上少许香菜细末 洋葱片一样用中大火热炒 炒至微焦 最后锅子在熄火的状态下 先加入冷冻青豆 用锅子的余热稍微加热 就可起锅 第二阶段焖炖 时间到了 把铸铁锅从烤箱中取出 把牛肉夹起来 再把蔬菜和香料袋 捞或夹出来 最后锅内应只剩下的汤汁 然后再把牛肉放回铸铁锅中 四周摆满切好的生马铃薯 生红萝卜 再把锅盖盖上 放回烤箱 再继续烤45分钟至1小时 上菜 总共烤了2个半到3小时之后 我们的焖炖梅花牛 pot roast应该已经好了 打开锅盖 检查牛肉是否已经焖炖软嫩 牛肉应该可以被叉子轻易分开 这叫work tender 牛肉稍微冷了后 切厚片或大块 汤汁缩到比酱汁还稍微吸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之前准备好的配菜 把铃薯红萝卜 之前炒好的菇类 炒洋葱 对切热的小番茄 红辣椒细末 青豆 边加热边搅拌一下 把切好的肉放入预热好的容器中 四周摆满蔬菜淋上肉汁 再用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我们今天来做pot roast 焖炖牛肉 我们这次用牛梅花的中段来做 筋膜比较多比较难嚼 所以我们就是用我知道 low and slow的方法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大叔后来比较搞功 就是另外东西还蔬菜特别炒 如果你不想做这些动作的话 你就直接就是一锅到底 对一锅到底整个都放进去就好 酱汁满淋上去 鸡膜都软化了 pot roast 如果只翻的话就是锅炉烤 你可以直接透过它焖烧的方式 在瓦斯炉上面煮 就达到类似烤箱的效果 就把它煮软煮嫩 我们今天是用烤箱 因为烤箱我觉得家人还是比较均匀 如果没有烤箱 你用小火慢慢在瓦斯炉上面炖一点 对,OK 慢慢试吃 牛花肉的疑人地方就是 它有不同的肌肉 然后不同的部位 你如果说吃的每一口 在口中很多会有不同的感觉 这一块勒 这一块我都有耶,看起来 嗯 哇,好疗愈哦 对,牛梅汤汁也肉也很OK 牛梅花价钱其实就是不太贵 今天就是我们美牛101 介绍牛梅花 一锅味全家 nice OK,Let's go 哇,我要再吃 我ою佑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